松花江破冰之旅 这条鱼真肥啊 是鲤鱼是吧 哈尔滨油炸冰棍 感觉呢嘴里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小房子越呆越冷 突然明白什么叫雪中送汉 马迭尔越冷越吃 别的都很好 就是牙有点冻的不行 冰城寻冰记 要说到冰城哈尔滨寻冰 您一准觉得奇怪 这一到冬天哈尔滨滨大街都是冰 您想玩什么都成还用得着寻吗 跟您说玩冰啊那不叫本质 这回咱们寻的冰可都是往嘴里送的 而且一尖比尖冷 就说要去的第一尖 咱吃的是鱼 您要问了吃鱼怎么会冷呢 您到了地儿就知道什么叫天寒地冻 松花江破冰之旅 哈尔滨人一到冬天 对这条松花江特别依赖 离不开它 先是锻炼身体 破冰冬涌 一般人根本受不了这个 能玩这个的都不是一般人 还有就是在江面上破冰捕鱼了 大冬天想吃新鲜的江鱼 您得出把子力气 知道为什么这鱼一会就游过来了 水底去养之后打那什么它透养啊 鱼就再一个它半量来 哦 两个原因啊 我知道了 第一个呢是鱼在冰面下 氧气比较少 是吧 所以它们要到水面上是透气 终于给它们制造了机会 第二一个啊 这冰面一打开 它有光过来 鱼呢是喜欢光的 所以它们都会上来 按当地人的说法 给鱼点阳光它就灿烂 而且会自投罗网 您看 话还没说完呢 鱼自己来了 哎 看到没有 鱼上来了 哎 捞住了 捞住了 哎 哎 好 哎呦 这条鱼真肥啊 是鲤鱼是吧 鲤鱼 这鱼刚捞上来 没几分钟就冻僵了 不过没关系 咱们给它找一地方 烤个火 取取暖 一群人啊 在宋花江江面上 辛辛苦苦 费了大半天时间 破冰 打了一条新鲜的鱼 这条鱼 绝对珍贵 我可舍不得 把它送到一般的馆子做啊 一定得找一家 特别特别地道的馆子 就是他们家 德茉莉 哎 据说他们家做鱼啊 特别地道 德茉莉是哈尔滨 方正县管辖内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村子 因为紧挨着高速公路 所以到他们村里吃饭的人特别多 客人呢 到这个村子里边就只吃一样东西 炖鱼 炖的是松花江里最肥的三道林里鱼 而这家正是把德茉莉村炖鱼 缘分不动地给搬到了哈尔滨市区 这条又肥又大的 三道林里鱼 要是下了锅了 我给您透露一下 他们家怎么做的啊 这条新鲜的鲤鱼 加上豆腐 加上粉条 加上白菜 还有特制的调料 放在锅里啊 咕嘟咕嘟 那么一炖 哎呦 那个什么味儿啊 他们家的豆腐和粉条 还是用德茉莉村传统工艺制作出来的 您工厂里做的再好 再有机 人家不用 人家要的就是村里那原味儿 再加上放锅料的顺序 火候的大小都有降酒 就连酱油醋都是特制的 这样炖出来的鱼 您甭闻 光看着就行了 太好吃了 口感特别嫩 而且呢 绝对是地地道道东北菜的做法 散重 口重 香味更重 您看看 寻冰季第一家 吃鱼吃的还是挺热乎的 也就捕鱼的时候冷了点 可接下来这家 直接把冰放肚子里当菜吃了 都说啊 这个冰城哈尔滨是冷的让人受不了 可是呢 也很奇怪 每年冬天在最冷的那几天呢 总是会有不少的人往那儿去 去干嘛 其实就是为了去赏冰灯 看雪景 好了 给地球一个承诺 做绿色生态公民 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 就是云南卫视每天中午 为您精彩奉献的旅游新时空 我是主持人秦梅 我们接着来聊这个哈尔滨啊 其实哈尔滨每年的冰灯节呢 都是大手笔 这在我们云南呢 可是见不到的 而且这个哈尔滨的冰雪啊 不光是能看 而且呢 还能用 也能吃 哎 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去哈尔滨 一起来体验一下 这极端刺激的冰雪之旅 哈尔滨油炸冰棍 电视剧闯关东 可能大伙都看过 里边有段故事说的是 哈尔滨一个饭馆 有人来找事 要南卫这儿的大厨 油炸冰六子 啥 什么 龙啊 大人要油炸冰六子 快点快点 电视剧当中这段历史啊 是确有其事 这道菜呢 也的确存在 这件事情啊 就发生在老郑家的第二代传人 郑义林身上 郑义林是哈尔滨老厨家 道台石府的第二代传人 1938年 在哈尔滨 曾经有一个远近闻名的 厚德福饭庄 郑义林那会儿 在厚德福饭庄长勺 油炸冰六子的事 就发生在这儿 一直到今天 老郑家第四代传人 郑树国 还会做这道菜 他说这道菜 对于老郑家来说 是一段历史 是功夫 也是个玩意儿 您瞧 这刚才我多说了那么几句话 你看这么点时间 已经花了 这个东西上来 一定得赶快吃 因为大师傅伸手特别快 我的嘴也应该快点 看吧 里边冰 这可还没有完全化掉呢 赶快 感觉到 嘴里一会儿热 一会儿热 冰火两重天 人老郑家做这油炸冰锅 玩的就是一速度 您要到那儿想吃这个 还真得跟老板好好商量商量才行 因为菜单上根本就找不着这道菜 之前咱说了 咱今天寻的是冰 不好找 您看找着了 也不一定能吃着 不过没关系 您要实在想吃 就在家试试 做不好 咱就图一乐了 话说回来 咱今儿可是寻冰之旅 屋子里这么暖和 就算是炸冰棍吃 也没觉得有多冷 没关系 您要觉得还不够冰 那咱直接可就奔冰库了 小房子越待越冷 到哈尔滨啊 就得吃要有特色的 今天让我逮着了 我今天去个大饭店吃饭 有新奇 不过呢 我得穿暖和点 因为我怕热 您看看多新鲜 就跟进冰冻似的 到大饭店吃饭 怎么还能冻成这样 哇 温度立刻降下来了 来 这里边和外边 马上又是两个世界了 哇 风感很大 哇 看来 我做这个保暖工作 是没有白做的 哎呀 哈尔滨的这家 香格里拉酒店 够够的 您看看 凡是能见着的 可都是冰做的 这室内的温度 也就是零下15度 您说在这吃饭 能坐得住吗 在这里 那都吃什么呢 松花江破冰之旅 这条鱼真肥啊 是鲤鱼是吧 哈尔滨油炸冰棍 感觉着嘴里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小房子越呆越冷 突然明白什么叫雪中送汉 马迭尔越冷越吃 别的都很好 就是牙有点冻都不行 冰城寻冰计 哎呦 开锅了 可以吃了 哎呦 在这个零下15度的房间里啊 待了一会儿 突然一个热乎乎的火锅摆在你面前 想到什么 我突然明白什么叫雪中送炭 真正理解了 吃吧 这还真是外冷内热 吃上几口之后 浑身上下都特暖和 不过这不光是火锅的功劳 底下还有机关 您看 您看这儿 底下还有电暖气呢 所以啊 你的腿和脚都特别暖和 可是手冷怎么办呢 哎 别着急 您看这儿 哎呀 他们这儿啊 还给客人准备了这个暖宝 暖和手的 你看 照我多周大 行了 不多说了 多提示 这冰屋子里虽然够冷 但火锅一上来 里边暖和 这冰的可就不够彻底了 您别着急 好冰都在后边 接下来 咱就来个里外透心了 马迭尔越冷越吃 这冰屋子里虽然 我了 哇 真冷啊 哎 您那 哎 它们哈尔滨人有个习惯啊 大冬天外边离了三十多度 居然跑到冷饮店了要吃冷饮 哎 您的冰柜怎么卖啊 两元一只 两元一只啊 对 哇 买人还真不少呢 您有来一只吗 来一只 出去感受感受 感受感受 对 这就直接就这么吃了 对 直接就可以这么吃 那不冷啊 不冷 啊 要的就是这个劲儿 要的就是感觉 对 要的就是这个感觉 行 我来感觉感觉 一到冬天 哈尔滨人最喜欢的 就是大冬天吃冷饮这感觉 吓到小孩子 上到老太太都好这口 我都六十多岁了 从小吃到六十多岁 是吗 哎 小时候吃的味道 和现在味儿一样吗 一样一样 完全一样 都是一样的 没变过 马蒂尔冷饮不仅味道没变 就连吃法也跟过去一模一样 尤其在这吃面包 那就一个冷啊 别的都很好 就是牙有点冻的不行 您要问了 这吃面包怎么还能把牙冰着啊 这是什么面包啊 把康永给冰着的 并不是面包 而是面包上的冰糕 再尝尝看面包蘸冰糕更好吃 面包蘸酸奶之后 面包还能算冰糕 对 我尝尝我呢还有冰糕吗 把冰糕摸到 把它抹到上面 大口的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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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黄油冰的 嗯 好吃吧 这个冰糕的味道真的好吃 而且跟这个面包啊 参加在一起 特别香 一股奶香味 嗯 就是咬肉一定要吃不去 看来一百年前 人们发明的这种吃法 确实很有道理 为什么呢 一百年后还这么吃 还这么香 而且还会上瘾 每个礼拜都拿去 基本都拿去 那您吃了以后 您就 不冷了 不冷 这好像这边凉爽嘛 不舒服 吃完了以后 冬天您还追求凉爽 对 是吗 这就是哈尔滨 冰上加冰 就是哈尔滨的感觉 拿上两根冰棍 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室外 边走边吃 用本地话讲 这是爽快 其实哈尔滨的这个寻冰之旅呢 不光是和冰有关 还和几种特色美食有关 而且呢 要找到这几样特色美食 还亏了一样东西 那就是哈尔滨的美食地图 哎 其实这个像特色小店啊 传统美食 在它上面都是标注的清清楚楚 如果您有机会去哈尔滨的话呢 千万不要忘记要带上它 说到这个加拿大的多伦多塔 它是世界上最高的电视塔 那咱们中国的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 和中央电视塔呢 在世界上分别排名第三位和第八位 那么在下面的节目当中 您还会看到一个电视塔 它的高度呢很不入流 跟高材那些著名的高塔呢 根本是没法比 下面说的这个塔呀 光有高度还不够 还得好玩 还得与众不同 究竟是哪呢 接着往下看 天上六弯有点悬 今儿个咱们想到天上六弯 就得先在哈尔滨找一高地 龙塔应该算是哈尔滨 长得最高的物件 把天线算上能有336米 之所以带您来这 就是因为这个龙塔上边 它很悬 您要问了 这电视塔能有什么悬的呀 跟您说 待会咱上去之后 可不是在塔里边吹着暖风 而是在塔外边 最边缘的地方 六弯 您想想能不悬吗 既然上边这么悬 那就不是什么人都去得了呢 能不能去咱说了不算 您先跟我们去适应一下 这龙塔的高度 现在我的高度是181米 181米什么概念呢 相当于60层楼高 如果在60层楼顶上 你脚悬空站着 脚下什么都没有的话 是什么概念 感觉成神仙了 这么高的地方 脚下怎么能没东西呢 只不过这用的是透明的玻璃 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让您清楚的看到自己在哪 塔的高度也是一目了然 所以在这上边 您要是不会走道了 劝您待会也别惦记 上去溜弯去了 您在这不会走道 还下得来 要是到了塔外边 您害怕走不了了 那麻烦可就大了 您再想想这会儿 哈尔滨室外 而且刚下了一场大雪 本来这个地方在这样的天气 准备要关闭 但在我们设置组的一再要求 和数次对设备的安全检查之后 工作人员允许我们进行拍摄 但前期的准备工作更加细致和认真 您看连锁头都用上了 师傅你给我上个锁干嘛 防止你自杀的 我不会的师傅 开不开了 我活得挺好的 安全吧 得 好吧 我为你的生命不得人 我坚持了至少五秒 在这么冷这么高的户外 我能做到这点 我觉得真的太刺激了 虽然在安全上做足了准备 但是恶劣的天气和地上的积雪 还是为拍摄增加了许多难度 终于走到了 回来了 我蹦过急 从76米蹦下来 而且呢 我还参加过很多这种非常激烈 惊险的活动 但今天这个外面的行走 我觉得是最刺激的 现在是零下二十多度是吧 我身上一点没觉得冷 冷了 我根本注意不到冷了 来师傅敢给我解套吗 好嘞 我活得挺高兴的 没啥想不开的事 没想到在天上溜弯还能保暖 不过在天上走了一圈 这会也该落地回人间了 既然回来了 咱少不了 得试点人间烟火吧 出门旅游 开门上锁 防止你自杀的 自创动作 请勿模仿 我要把脚 把手都伸到外面去 滨江擅足外焦菜 这哈尔滨道台呢 是天天跟俄国人打交的 灯火辉煌 大饭店 里边就卖一样东西 带您体验哈尔滨的天上人间 老哈美食正当家 老哈尔滨人都知道 这座城市刚开步那会儿 满大街都是洋人开的餐厅 您说要找几家地方风味的馆子 没戏 因为那会儿压根就没什么地方风味 直到1907年 从北京来了一个厨子 谁呀 京城公王府的大师傅 郑兴文 他呢 被请到了哈尔滨官道 也就是给哈尔滨市政府当总厨 这在王爷家当过大厨 那是真有本质啊 自打他到了哈尔滨 甭管是南方菜北方菜 中国菜还是外国菜 他都能取长补短 唯我所用 那会儿他琢磨出来的菜 一个没辣 都成了哈尔滨官府的私房菜 就连当时的清政府 都送给他一个称号 叫滨江膳足 您现在到哈尔滨想吃老郑家私房菜 只有一个地方 就是这儿 老徒家道台师傅 这道台是什么啊 是清朝的官员的名称 赐品相当于市长嘛 这家饭店创始人啊 在一百多年前的清朝 是给这哈尔滨市的市委领导们做菜的总厨 所以呢 这家饭店的资历 可以说是非常老了 到底有多老呢 我这么说吧 哈尔滨菜的发源地 就在这里 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夸张 正兴闻被称作 滨江膳足 这个店就是他的第四代传人 郑树国经营的馆子 什么独家秘方啊 私房菜谱啊 都传到人家这本 而且您到他们这儿 还能见到当年 哈尔滨倒台府里的老物件 你看这有好多老物件啊 都有上百年历史了 这个壶呢 是当年倒台定做的 这个石盒 是当年倒台府里用过的 现在啊 我从这石盒里拿出的每一道菜 如果论备份的话 和这些老物件 都是同一辈的 看这一道菜 锅包肉 这道菜就是郑兴闻 根据俄国人的口味琢磨出来的 您别看现在这锅包肉不新鲜 可在过去 锅包肉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哈尔滨官府私家菜 而且还是有史以来 清政府的第一道外交菜 据说那会儿 您找俄国人办事 没酒 没锅包肉 人家根本不理你 就吃菜啊 一般的菜讲究的是色香味形 而锅包肉 它讲究的是色香味形生 生是什么生啊 就这个咬起来的生意 一天天 做出的锅包肉 想有这动静可不容易 光炸您就得来两遍 第一遍又不能太热 火要关小点 目的是要把肉给炸熟了 接下来炸第二遍的时候 正好跟第一遍相反 要给大火 就为了上色 最后才是上汁 但要提醒您的是 这汁可不能调的太多 下到锅里 马上翻炒收汁 出锅就行 汁吸的太多了 做出的锅包肉 可就没这身了 锅包肉拉进了清政府 跟俄国人的距离 郑兴文可以说是完成了一个 哈尔滨饮食界的外交任务 不过这接下来第二道菜 却是郑兴文亡羽劳 一不小心给做出来的 来看第二道菜啊 肉皮冻 不是啊 这是猪头肉做的猪头焖子 每年哈尔滨关道府 到了年根底下都会聚餐 吃什么呢 全猪席 赶小了 有一回厨子们 准备这个全猪席的时候 把猪头给炖烂了 你想啊 全猪宴里没猪头 那倒太老爷 还不跟你急啊 想折吧 这会儿郑兴文一琢磨 既然炖烂了 那就给它烂的做吧 于是再加点猪皮 把猪头肉跟猪皮混在一起之后 再给晾凉了 切成块 这倒太老爷啊 夹起来一尝 嗯 清凉爽口肥而不腻啊 嗯 好吃好吃 这道菜叫什么名字啊 我没吃过 那郑老爷呢 哪知道叫什么名啊 哎 零几栋 他叫猪头焖子 嗯 老爷很满意 以后我们年年都要吃它 不过呢 这个菜名呢 在我倒台府上 好像叫起来不太雅啊 我们要改名 改叫猪头糕 因为郑兴文的出现 让重口难调的哈尔滨出现了极具地方特色的私房菜 也因为郑家人一代代的努力 让这些饮食文化流传到了今天 郑家人给您带来的不仅仅是舌尖上的体验 更多的时候是带着您追寻过去那种老味道 如果把老厨家比喻成哈尔滨天上美食的话 那接下来的这家可就是地道的人间草根小事 麦考串正大楼 这条街叫草市街啊 最大的特点是两边有好多小馆子 吃饭特别便宜 可就在这个街角啊 有一个特别突兀的建筑就是它 四层楼灯火辉煌的 您别以为它里边卖的是山珍海味 里边就卖一样东西 烤串 您见过哪家这么卖烤串的吗 灯火辉煌的四层大楼 这要不跟您说还以为这是哪家大酒店 您说在这么大个一楼 它得卖多少烤串 它烤的是什么串 一串排骨大天下 这就是来大全烧烤必点的大全排骨烤串 这排骨串好不好吃 受不受欢迎 我先给您几组数字 他们家每天卖出的排骨串是5000串 一个月下来就是15万串 一年下来可就是180万串 就这些还是保守数字 按理说这排骨串不新鲜呢 他们家这串什么味儿啊 又香又嫩 我提着怪我 您说这是排骨啊 里边有骨头外边有肉 烤完了以后还能这么嫩 您说这肉是怎么烤这么嫩的 他们家的排骨串确实有种很特别的味道 因为人家这排骨串里边有门头 配料人没说那是秘方 就说最简单的这排骨怎么切都是人家的绝活 哪些地方不能有骨头 哪些地方也带点肉都有讲究 这排骨切块 味料火候直接影响着味道 所以您别小瞧这一串排骨串 价格只有一块六 可是在他身上下的功夫 早就远远超出了这个价格 您说就这么烤出来的排骨串能不好吃吗 大全烧烤的应该算是哈尔滨烧烤的第一家 那儿不仅这个排骨串好吃 而且那儿的梅肉也是一绝 那么您肯定会问了 这梅肉是什么肉啊 其实这梅肉指的是猪身上的一块富贵肉 它特别的嫩 这之所以叫富贵肉 是因为这块肉在猪脖子和肩膀之间 这猪总也用不着这 所以他老是闲着才管他叫富贵肉 今天的哈尔滨之旅 您是不是还满意 冬天去哈尔滨是最合适不过了 可以感受那里冰天雪地的一种刺激 尤其对于南方人而言 好了说到这 我们今天节目也差不多结束了 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 还是要提醒各位来多多关注 云南卫视现在正在举办的一项大型活动 给地球一个承诺做绿色生态公民 希望大家在关注的同时呢 也来多多参与 好了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旅程奉上 明天见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